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与家人同住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且有含位于的专用房间 可以选择在援助所进行居家检疫 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 申报不时者 最高可罚15万元 短期商务来台者请预力入住防御旅馆 最后请民众配合政策 守住防御阵线 共同维护大家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 由于传出有国外宠商 有意愿到金融市的北方三岛海域设置离岸风电 金融市议会议员们在审查市政府洞包所 对棉花雨及花瓶雨两个岛的动植物生态调查预算时 也要求要仔细调查 用事实作为具体的反对市政 梅丽又属于保护区的金融市北方三岛 由于传出有国外厂商 有意愿来这里的海域设置离岸风电 虽然金融市长林又昌已经表达反对的意见 不过金融市议会议员们在审查市政府洞包所 对棉花雨以及花瓶雨两个岛的动植物生态调查预算时 要求要仔细调查 特别是鸟类和鱼类 用事实作为具体的反对市政 也让全国民众更加了解北方三岛的自然生态 用什么理由和基础来支持市长反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除了鱼业和生计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北方三岛 它的自然生态到底具体会被调查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这个岛上应该就是野鸟比较多 那我希望你把野鸟的种类也能够很清楚来跟我们调查 那你们也要同时来去做好预防禽流感的计划 那这片海域的推估量 总体来说将近占了全台湾近海渔业的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尤其在里面的那个青鱼渔业其实是对 青森渔业其实对我们全台的近海渔业非常非常重要 那未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富裕计划 或者调查成功了之后 我们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来开放 所谓的我们到北方三岛附近的海域 来做一个生态的一个观察 让我们的国民更加了解 是不是可以请市长 因为都在媒体上面有讲的 那当然要讲清楚说明白 那所以呢可不可以来议会呢 等于说做一个专案的报告 我们议会也要做出该有的表态 因为这个的话关系着我们整个北方三岛 不管是我们的海洋生态也好 还是移民的生技也好 这个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北部的沿海是全省最多渔产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已经几乎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这个研究 到底为什么这些鱼会不见呢 基东市政府产业发展处表示 民国83年开始就把棉花鱼和花瓶鱼 两个岛列路保护区里面 彭家鱼并不在里面 这么多年来已经调查出很多种类的鱼类 会继续努力调查 惨发处也再度阐明市长林又昌 反对在这里开发封电的立场 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有鱼类的记录有24颗 保育类有53种保育类有9种等等 那刚才所长是说有放在我们这个东宝所的网站 所以这个市长其实有对外公开的说明 我们的市府的立场是持反对的意见 那经济部也随即在当天他也发了新闻稿 他认为是应该尊重我们地方跟所有相关地方的意见 另外金融市议员庄敬慎特地质询城市缝合和金融捷运的相关问题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这就是为什么要金融捷运进入市中心区来解决问题 让城市可以缝合 会让民众清楚了解凝聚共事 大家一起来决定 高价或是有钱砖山地下化 这些可想象的一个路廊非常非常的多 怎么想都可以有好几条 但是做得到做不到 对于城市缝合这件事情 是不是能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我们金融市 对于城市缝合的契机 我们损失了很多次 基隆火车站在新建的那时候 我们第一次看见城市缝合的曙光 结果不见了 他就给你弄一个半地下化 现在未来我们还有城汽转运在 又盖在我们现在的目前的火车站 半地下化的暂体的上面 所以你高价已经是 就直接删掉了 对不对 再来我们轻轨筹划没有召开公开说明会 引起所谓的台铁端 要不要废除这件事情的舆论 这件事情也毁掉了 轻轨也许啊 他也许可以把这些评交道可以弄掉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市长会议 结议 我们中运量要 捷运要到巴独 巴独到基隆端这一段廊带 现在目前也是搁置在那里 未来我们还要等多久这个城市缝合才能做出来 市长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我们未来捷运是否能够进入市中心 我们愿不愿意一起召开公开的说明会 让所有的意见全部进来 我们就当作是归零 全部把它归零 大家所有的想象全部都归零 不管台铁端 不管捷运怎么样去做 我们把它归零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好不好 陈如您所讲的 在市中心区 这些课题都非常的复杂 所以必须要一并的考量 这也是我讲说 我们应该借捷运的这个机会 进行都市的缝合 然后另外把这些问题 都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清楚了解 然后凝聚共识 然后最后大家一起来决定 而规划中的基隆捷运会因为市长林永昌 突然走人选台北市长 或是任期届满而有变化吗 基隆市议会苏仁和请市长说明 林永昌者表示 这件事情已经跟市长的任期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不是由基隆市自己规划设计筹编预算 以及施工的建设 你已经推动到第二任 如果要照顺你的家 如果要做到缓 还要两年 他还要两个月 两年两个月 这段时间 你要做缓 我问 问派政织的人 当然知道林永昌哪有可能 林永昌黎明就要去选台北市长 林永昌黎明就要去选台北市长了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亲鬼捷运 后边的市长 是不是要再坐在你的路径 无论是本党的 还是别人 换人做 会不会 还是你 像你最后这两年 捷运 如果 是不是 如果你计划中的 在推动当中 可以开始 有所 营营 你不要说 因为这个钱 我们没有花到拨角 不能这样 天一杂就定 你以前的市长 你以前的市长 你没有应用 没出到拨角 所以你没做也没关系 所以我请林市长 你简单的回答一下 老师议员你可以放心 这个事情 它已经跟市长的任期 其实基本上 并不是直接相关 因为它不是我们基隆市 自己规划 自己设计 自己筹编预算 自己去施工 接下来我们四方 包括新北台北 还有交通部 进一步要处理的 就是综合规划 尽快地让它完成 然后进入到 细部设计的一个阶段 那进入到细部设计的阶段 其实环境影响评估 在民生细子段 它已经完成 它不需要重做 那在我们当初 在进行基隆这一端 原本的轻轨捷运的建设的时候 其实环境影响评估 也同步在做 那现在提升为 重运量的一个系统呢 把这一部分的一个因素 再加上去 并不需要从头来 所以 简单来讲 现在的一个 我们基隆推动的 这个基隆的捷运呢 现在应该是 二三十年来 最有进展 而且最有把握 而且最有自信的一个时刻 基隆埃乐区 有一家知名的热卖伴手礼 海藻牛嘎糖 有浓浓的基隆味 立委蔡侍义 希望将类似这种 有基隆在地风味的伴手礼 行销到全国 特别来担任 一日高饼学徒 亲手制作 这种热卖 它又刷火力了 嗯 来 来 先切哈 先切成的哦 再把老师做边 切 要配分一起了哦 這個很容易接到水 對,你剩一點點這個要買一塊 嗯 好 好 好 呵呵 你再弄得不要再開四個塊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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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快跟速度麥果也差很多 呵呵呵 你不覺得這一個 這個環節應該最難 嗯,我覺得蠻難的 而且要切得準 像我剛剛切切就有那種切不好的 雖然吃到嘴巴裡面就搞不清楚狀況 呵呵 這個刀功不容易 柏老實講切真的不容易 那個刀子是蠻特別的刀子 就是說這個牛瓜糖因為很黏 所以你切的時候不能夠太慢 也不能太快 太快要非常小心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需要這個時間的累積 經驗的累積 所以我才跟他說 我大概在視頻夜不容易立足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要裂到手刀功很好 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手腕常常容易會受傷 也是他們辛苦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會把手會把它混了 然後再走過來 然後再走過來 對 喔 這樣 這樣 讓它整個平均這樣就可以開始秤 像我我要的刀完 這樣子嘛 就是 三斤二才可以就對了 差不多一千 差不多一千九 一千九 那這邊要幹嘛 沒有,這要全部刀完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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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放掉 可以出來 哇 這樣就好了 過程當中 我偷吃了幾口 是還真的蠻好吃的 那也可以知道它這個專業跟辛苦的地方 那所以我認為一分錢一分貨 那我還是要幫忙向大家來推薦 海藻牛奶糖是一個非常好吃的東西 這碗比例調得很好 海藻跟杏仁是好朋友 以前我不知道,今天我知道 他們應該是好朋友 那其實我們基隆的許多的蛋糕餐飲店 事實上也都會有來做送禮使用 那我們嘉興牛嘎堂是基隆的一個老店 所以特別來說,而且他們最近又研發出把海藻 就是我們基隆的海洋特色,常看到的海藻 跟牛嘎堂整個整合在一起 那老闆也特別邀請我來品嘗 也跟我說,來品嘗不如自己所做啦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過來跟他學習一下 怎麼做海藻牛嘎堂 那也希望這個做完之後呢 預祝我們這樣的一個新的產品 在全台灣各地賣的時候會賣的生意非常好 也讓更多外地人可以理解到 基隆特有的這個伴手禮的這樣的一個食品 那大家講,是基隆版的海洋風味 再帶一來看一個驚險的消息 有一輛在買沙拉油的大貨車 前天深夜行進成功二入時 數百個沙拉油桶就從車上掉了下來 造成了1700公升的沙拉油流滿路面 警方到現場進行交通管制 清潔隊員也很辛苦 花了四個小時才把油漬清除 貨車開到路口突然緊急煞車 而後面載運的沙拉油桶 就直接摔落在馬路上 上百個油桶散落50公尺 而路面到處都是沙拉油 就怕發生意外,民眾趕緊報警 事發在25號深夜11點 一輛貨車載運將近一千桶的沙拉油 從台南出發要送貨到基隆華爾街 車輛行進成功二入時 油桶沒有固定好 160桶的沙拉油砸在地上 破了100桶 造成1700公升的沙拉油倒滿路面 發現一部引大貨車 車上載有大批沙拉油桶 因為司機沒有綁好 而置油桶約100多桶 滑落至地面 沙拉油桶這麼一摔 可累壞了環保局清潔隊員 花了四個小時才終於清除完畢 雖然路面被清理完畢 但地面上還是油膩膩 看起來就像剛下過雨 提醒民眾經過這裡 可得小心慢行 以免摔車發生意外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為了要強化學校營養午餐的食品安全 台北市教育局109學年度 每週提供一餐有機米及有機蔬菜 11月19日起更升級加碼 每週兩餐提供有機蔬菜 讓學生吃得健康與安心 小朋友們津津有味的 吃著豆漿味噌拉麵 餐盤上還有豬排 茶葉蛋和小松菜 都是選用三張EQ 國產可追溯的生鮮食材 台北市教育局109學年度 每週提供一餐有機米及有機蔬菜 11月19日起更加碼升級 每週提供兩餐的有機蔬菜 台北市從109年開始 我們有有機蔬菜跟有機米 那上一次是公布了有機米 那這一次又增加了一天的有機蔬菜 也就是這個學年又再多增加一天 一個禮拜有兩次 那這次的金額 我們要跟各位小朋友說 是那個科市長阿伯他很省錢 但是他花了將近 totally加起來快兩億 這一天的蔬菜就要加五千萬一年 但是我們有兩百多個學校會受賄 有十六萬個孩子可以吃到有機的蔬菜 所以這件事情是市長非常重視 然後我們也特別去跟中南部的這些青農來做合作 希望他們幫台北市種出特別是有機的蔬菜 台北市的小朋友的健康是家長跟老師跟學校最重視的 所以我們現在包括大家擔心的將來的這些豬肉的問題 我們已經幾乎全部的合約都換好了 所以我們的所有的餐盒業者全部在台北市的團餐 絕對沒有任何可能會讓小朋友吃到任何有危害身體健康的相關的食品 副市長黃珊珊也和小朋友一起種植有機蔬菜 並且透過有機青農的解說 帶大家認識有機蔬菜的認證標準 以及從產地到餐桌的食材履歷 透過持續提供優質且無毒的營養午餐 讓學生都能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再帶你來看 紅道老人福利基金會議舉辦 打包愛心一起助老 二手精品藝脈會 集結了眾多明星的二手衣物 並邀請到藝人何浩誠 擔任愛心大使 生活藉由藝脈募集經費 幫助獨居長輩溫馨過好年 合照可以嗎 可以 還可以有合照一張喔 好像價值更高了 外加一個擁抱 外加一個擁抱 等一下再加 兩千沒有擁抱 兩千沒有擁抱 我比較不會做聲音 藝人何浩誠捐出二手名牌帽 開放現場競標 在一陣喊價後 最後以四千元價格拍出 還加碼給得標者 自拍合照與公主抱 並且親手繪製手繪包意脈 希望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力量 我的手繪包就是我自己慢慢的畫 雖然我的藝術天分可能沒有到很好 但是就是在畫的時候 我心裡想的就是很正面的力量 然後而且今年我覺得真的大家都很悶 那在畫手繪包的時候 我心裡想的就是希望 事件可以趕快變好 然後我後面有寫一句英文字 就是環境友善 所有的物種都會都有影響 所以就是以這樣的概念去創作這個手繪包 邁入第六年的打包愛心一起駐老 二手精品義賣會 今年受到肺炎疫情衝擊 夏季場義賣成果不如預期 冬季場首次開放線上競標 讓沒時間到現場的民眾 在家就可以購物檢左愛心 我們今年第一年開放那個線上的競標部分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發現有很多的朋友 其實很希望可以一起來響應 那不過可能沒有時間來到我們實體點 所以我們今年開放 特別開放線上 讓大家也可以在家裡做公益 那希望今年的經費可以達標 義賣會中還有許多藝人 像是丁當 陳佳化 黃紫嬌 邱凱瑋等人 捐出近百件二手衣包與手繪球鞋 號召民眾響應供應募集經費 幫助照顧獨居長輩溫心過好年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健康建築在美國是行之有年 但是在台灣仍然算是新觀念 以人為本 結合醫學科學與行為研究 嚴格把關的十項指標 鏡頭要帶你來看台灣首作 通過美國Will指標的健康建築 你知道嗎 建築其實跟人體健康一樣 也有分好建築 壞建築 如果這些指標都不合格 小心你可能住在病態建築裡 長期下來 有壞物質可能會對身心造成破壞 引起頭痛 疲勞或是過敏家具等 病態建築症候群 我們一些舊的建築經過裝修 裝修的時候如果沒有選用這些不含甲醺的這些 或者低甲醺的這些建材的話 那在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在室內會很不舒服 在待在裡面不舒服 像我自己就有經驗 像我們大樓 辦公大樓蓋好以後 買了這個新的家具進來 那那個辦公桌 會議桌 它含的這個甲醺量比較高 只要進到那個會議室 每個人眼睛就開始刺痛 會流眼淚 喉嚨就開始搔癢 那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你在一個房間裡面 如果你覺得你的眼睛 你的喉嚨 你的鼻子 開始有些不舒服 甚至有人可能皮膚 開始有些症狀的話 那要小心喔 這可能就是一個病態 建築的症候群 那為什麼叫做症候群呢 因為每個人發生的症狀 都不太完全一模一樣 有人可能是覺得沒有精神 有人可能是咳嗽 有人可能是呼吸困難 那有人可能是胸悶 很多很多不同的這種症狀 那甚至有的人呢 可能兩三種症狀 會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 所以就是後來 把這些類似的情形 就叫做是一個症候群 所以這個所謂的病態建築症候群 事實上就是這樣子來的 由全球健康建築認證機構 美國IWBI所頒布的Well健康建築 以建築的空氣、水、營養、光、運動、熱舒適 深環境、材料、精神、社區等 十項指標作為健康建築的依據 在台灣首座通過認證的建築 就透過電視特輯 來傳達這項建築新觀念 我們在也是2006年前後 我們報導了這個台灣的綠建築 那接下來今天這個探索新未來 健康建築的節目呢 我們就希望要報導 接下來20年的一個建築物的趨勢 就是怎麼樣在建築物裡面 維護人體的健康 電視特輯將帶領觀眾 見證台灣建築產業同步全球趨勢 且領先全球為新生兒打造健康環境新頂標 以人的身心靈作為優先考量 打造安全健康的新堡壘 記者旺君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大台北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問駅 就快可以 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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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张鸾银医师 国内疫情趋缓,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 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 如果有下列情形,就需入住防疫旅馆 一、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 6岁以下幼童,慢性病患者 二、没有含胃郁的专用房间 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 如果与家人同住,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 且有含胃郁的专用房间 可以选择在援助所进行居家检疫 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 申报不识者,最高可罚15万元 短期商务来台者,请预力入住防疫旅馆 最后请民众